現在才知道 小資創業正當道 菁姐妹 現在新鮮人一個月22K很多 但是現在根據我們 國內的所有的勞工 有九百萬 那統計 他的月收入是兩萬以下的 竟然是超過九十萬人 這麼多 對 三萬以下的竟然有 三百萬人 那怎麼辦 人命要怎麼辦 所以就是要自己想辦法 如果你是正想要創業的人的話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 直接直達成功的道路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幾位 創業成功的模範生 到節目當中來跟我們分享 竟然歡迎Pan 大家好 菁姐妹 那我就是他的愛用者 真的 我就非常喜歡他們家的節目 接下來這一位 是你的愛用者 對 這樣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不會啊 健康過嗎 歡迎爾金哥 哈囉 大家好 菁姐妹好 憲哥好 對 這個成功並不重要 重要一定要有失敗的經驗 真的 我拍過那麼多電影 倒過那麼多電影對不對 對啊 有成功有失敗 你才不會走到這個 重複錯誤的道路 我現在我們 其實我現在 我們整個團隊的這個角色 扮演是一個顧問的角色 想開店 想要成功 想要少走點冤枉路 來找我 我會幫你 接下來這位呢 總有一天等到你 好 屬於我的了吧 歡迎 易如 好 菁姐好 菁姐好 那今天我們也請到三位 都是創業達人 第一個創業達人 Nana 大家好 我是Nana 是碩薰衣嘛 對 那第二個創業達人 Vivienne 也是 大家好 我是Nana Vivienne 對 那也是射身衣 對 那第三個真的要特別 跟大家報告 能夠化悲憤為力量 什麼意思 化悲憤為力量 對... 怎麼創業有這麼恐怖嗎 有 這麼艱難嗎 對... 對 那當你的一個精神上 你的婚姻 你的生活 有外力來介入的時候 他不但起來反抗 而且創立一個品牌 沉默不是懦弱 對 忍耐不是麻木 是 大家好 謝謝 小三起司 是 像前陣子我有看到一個報導 就是說有一個年輕人 他只花了 七萬塊錢 然後他開了路邊咖啡店 而且七萬塊是借來的 然後後來他在半年之內 就存了三百萬 他立刻就增資 變成一個店面 然後他現在的 年營業額已經上億了 對 他其實嚴格講起來 創業金只有七萬 對 像這種成功的例子 是很多 但是坦白講 一將工程官鼓哭了 是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特例 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所有的 觀眾朋友分享 你要創業之前要準備好 今天所有的創業達人 包括我們的貴賓 我們的藝人朋友來講 他們都有創業成功跟失敗的經驗 但是女孩子跟男孩子來比 女孩子開始做陶嫁 真的 將近有一代 憲哥說對了 其實今天 住在這邊的應該不是我 是你老婆 是我老婆 你也是受到影響的 其實是整個的規劃執行 所以成功的男人背後 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他只是把我推出來 當作代表而已 憲哥 像你講的 女性這麼成功 到底是為什麼 就男朋友一般來說 都頭兒悶悶 後來都寫大張 女朋友如果療下去 他就很認命 所以一般來講 女性創業跟男性創業 女性創業成功的記憶 是比男性高一倍 對 我要問一下Vivian 妳認為女性成功的特質有什麼 大致上來說 其實女性比較細心 她也比較了解客戶 她需要的是什麼 那 是 對 因為她比較有耐心 去處理這些客訴 那他們在客戶關係處理方面 會比男性更擅長一點 是 那像PEN當時是怎麼樣的機緣 去開始投資創業 我開始投資的時候 其實還滿早 大概十年 還十一年前吧 妳直接頂電喔 沒有 我是投資朋友開的店 是 那我股股比較對了 對 入股 然後那時候 我也是為了這家餐廳 開始火鍋 然後我自己到高雄 住了大概半年 然後也推掉了 就是幾部八點檔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每個人都會說我是瘋子 我是七月開的火鍋店 妳真的很趕耶 對 每個人就說 妳們是就覺得我太衝了 對 那是對的 其實她的想法是對的 因為經營之神 黃永慶她有講過 妳要賣冰的話 要冬天賣冰 妳冬天如果可以平衡的話 當到夏天的時候 就賺了 對 第一支投資的經驗好嗎 我運氣還滿好 我就傻傻的把錢放進去 然後因為後來我們開在101 就 對 就是我很愛的那家 對 然後因為一開始 它是世界第一高樓 那個客人是一車一車倒過來的 隨便買一家 那一開始要投多少錢 一開始我覺得運氣也是好 在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的背景 但因為那時候101它法規 它那時候有發生火災 所以很多大的餐廳害怕 然後就退出 然後所以他們在招商 剛好妳們介入 對 然後招商的時候 就會給我們這些 比較年輕的品牌一些機會 所以那是我們第一間 就這樣 然後還不錯 都有一些回分 投資大概兩千萬嘛 沒有...那邊沒有這麼多 一千萬妳也有吧 有 對啊 一千萬 那妳佔多少股份 不知道 對 那時候也搞不太清楚 現在知道了吧 總之... 但一直都有拿錢回來就是了 一直都在回收就對了 現在算是很順利 沒有 很辛苦 沒有順利 中間還是也有投資失敗的 有投資一個日本料理店 就導電 只是導電都沒有人要講 不是沒有人要講 是因為妳導那麼快 我們不知道 其實我做的行業太多了 包括這個 反正我演藝 演藝事業還在做的時候 就是包括這個酒吧 你第一個創業的工作 是哪一類型的 算是酒吧吧 對 但是比較 大家印象開始比較深刻的 還是火鍋店 但是你一開始選擇酒吧 創業是因為個人愛喝嗎 總要有一點原因理由 不然誰會突然看這酒吧 應該是 我覺得創業 都需要本身對相有熱情 對 沒什麼 第一個就是 我們錄完影都想去一個 這個什麼小酒吧 喝喝酒放鬆放鬆 對 喝個小酒 就覺得說 每天去別人家店喝 不如自己開一家 可是你知道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經營酒吧 非常成功 然後他有一個志裡名言 他說 只要老闆愛喝的 通通都會掛 所以真的看起來好像很難聰 公司掛 身體也掛 對 身體也會掛 還是講火鍋店好了 其實火鍋店的前身 就是那時候也不算自己開 就是我老婆 也在一家這個服裝公司服務 然後也自己開一家小服裝店 大概才二十多瓶吧 但他這個服裝他做得不開心 然後我就開始搜尋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這個飲食業 服務業的市場上面 對 什麼行業是比較容易入門 然後也被消費者認同的 是 我就觀察到 其實在每個 我們當時大概是1999年那個時候 大概在每個社區 都有一小家這個小火鍋 對 有有小火鍋 但是在這個每個社區一小家 之前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風潮 小火鍋的風潮是 大街小巷很多 小火鍋 小火鍋這個東西 它並沒有完全泡沫化 他每個社區還有一家 表示這個行業 還是被消費者認同 但是當時你跟太太 在決定要開這個火鍋店的時候 因為現在就是市面上 火鍋這麼多種類 你們為什麼會想到 用健康主來當做一個你們的 因為他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就是體重變得很胖 然後他就到了一個 瘦身機構裡面去瘦身 也就是現在的老闆 去那邊瘦身之後 就是認識營養師 營養師就認識了很多 這個健康飲食的概念 每次吃飯怎麼辦 OK 瞎補瞎補 對 瞎補瞎補還跟老闆說 老闆我這一鍋 我老婆吃的是完全用清水 那我的是一半清水一半高湯 我可以吃一點 我用一半清水一半高湯 那你用清水 就自己在家煮一煮就好啦 麻煩啊 你們的創業健康主 是因為自己的需求 然後自己又愛吃 自己又需求說 哎呀 乾脆跟開啪不一樣 自己也來開火鍋店嘛 那其實像娜娜的話 你剛剛提到的是 你是塑身衣 對 那你為什麼會想 把這樣的塑身衣 因為其實塑身衣 在台灣的市場 也滿競爭激烈的 其實當初 當然也是自己愛漂亮 所以就會留意這些訊息 對 那就剛好在國外看到 有這樣子的產品 然後就好像台灣 因為台灣當初 我們在想 就是塑身衣好像都是 比較傳統的 可能很多釦子 對 然後比較像馬甲似服 對 像馬甲不舒服 或是它的款式 可能不適合露出來 那你穿的身材那麼好 又沒有衣服可以搭配 所以就想說 剛好這次產品很有特色 那它很舒適 又可以像這樣洋裝 可以直接穿 所以你現在上下 對 你可以站起來給我們看一下嗎 你現在穿的這個 就是塑身衣 對 上次塑身衣 對啊 然後你想說 你這樣子 橘粉紅這一件 對 它就是有提唇 縮小腹的功效 那可以把外套都要看一下嗎 可以 可是你身材很好吧 沒有沒有 你身材很好 你身材很好 對啊 一樣一樣 它這個彈性非常好 因為它就是用 它是一頂層的 它是一頂層的 江南大刷 對 它就是用這個織法 來有塑身的功效 不用像傳統 就很多釦子扣到很不舒服 然後讓你都吃不下 對 最主要是布料的問題 所以你才就是決定 把它引進台灣 我們今天想說 這樣的話 這個塑身的產品 就會更適合 年輕一點的女生 不會像傳統的那樣 大家會比較抗拒去嘗試 這也是 真的耶 那請問一下 投資達人 你看到這樣 你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其實憲哥 剛開始前我已經 有全部試穿過了嗎 還沒到試穿 但是已經就看中了要什麼 其實這個塑身衣的布料 那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台灣有一家非常大的 全世界很多的塑身衣 百分之七十五 都台灣公頃它的布料 它是立體的織法 它裡面是一個立體的織法 那織法裡面 它是有專利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 台灣有一家 它競然一年可以賺十一塊 股價差不多一百塊左右 那一家是 那個號碼 其實它每年都是 變在成長 這個成長就跟著世界的潮流 以前可能只是產後才在穿 對 現在你看 這兩位漂亮的小姐 對啊 穿這樣你不曉得 她穿瘦身衣 對啊 那這樣它的銷量就無限大 而且它可以勒住肚子 像我們生過的 吃完之後 肚子也不會出來 對 雅雯 你的心酸的故事 一開始我們是三兄妹一起創業 然後先創立公司 公司 設計公司 然後後來又經營了餐廳 對 然後最後就是到我現在負責的幸福食品 對 然後因為我本來對烘焙是沒有任何的興趣 那妳原本會烘焙嗎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那受到什麼打擊呢 不然完全不會的那個烘焙會有興趣 剛好就是生完小寶寶 然後又剛好婚姻出了狀況 然後就是 就是家人就鼓勵我說 就是要走出那一段悲傷 然後就是 剛剛生小孩這樣很可能 對 沒有錯 所以妳就去學烘焙 對 那妳不會一面流眼淚 一面流眼淚 不會 因為那時候是為了寶寶 填在心饅頭 對啊 對啊 眼淚之下 好難過的感覺 我剛剛的畫面 就是那個 是那個填在心饅頭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為了寶寶 寶寶那時候剛好該吃 可以吃那個副食品 然後就是 他又很挑食 然後就是只吃那個白吐司 對 然後就是想說市面上很多白吐司 就是有加蛋 牛奶 或是一些香精蓬鬆劑之類 所以妳們的產品裡面 都沒有這些添加物 香精類沒有 可是就是比較 現在大家可以就是開放試吃 不是它起司很濃 可是它不膩 起司派的感覺 然後呢 因為它底下那個派皮 然後它那個起司吃起來是 非常濃郁 但是很清爽 你看這個 它不會膩 這怎麼搭配在一起 這兩個字怎麼搭配在一起 濃郁又清爽 所以我覺得它很厲害 就要絕配 一般吃起司 我們怕太膩 吃多了會膩 可是你們把它加了檸檬是不是 就加了檸檬汁 我告訴妳 這是檸檬蛋糕 但台中就加檸檬餅 對 做起來真的不容易 而且保鮮也不容易 後來研發的產品 對 就是慢慢就是研發的 對 那妳那時候起司 為什麼會取名叫小三起司 家人一起命名 就是在幫產品命名 然後就突然就是 突然就是家人就突然就突發 就是講了一句說 起司小三 小三起司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的小子女 都想要創業對不對 對 那創業要注意哪一些的條件 最近這個富比市 有一個2012年的全球大富豪 總共有1200多名 其中有104位是女性 哇 那有一個最年輕的女富豪 她就是做塑森衣其家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女性 創業真的是很有商機 不過要掌握五個關鍵 是 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個態度 就是說像剛剛 我們來賓在講說 創業的時候有很多人說 怎麼可能 你怎麼會成功 對 像那個做塑森衣 我剛剛講那個年輕女富豪 她在創業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她可以OK 對 但是她說她絕對不會因為這樣 想要獲得別人的認同 她只聽對她有幫助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態度很重要 對 那再來就是這個策略 就是說我們要用 這個女性的特質來抓人性 對 像最近2012年有一個 票選水餃市場美食冠軍 有一個水餃達人 這個老闆其實才26歲而已 是個小資女 這麼年輕 對 而且她以前是有到澳洲留學 存了30萬 那後來是因為她媽媽很會包水餃 所以她就把她這個水餃 把它包裝之後去參加這個市場美食 居然得到冠軍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覺得 我們的技巧也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要善用故事來做行銷 對 像有一個最近這個新社的花海 又開始了 對 那大家如果去新社 一定會想到要去有一家咖啡廳 有 那三個女孩子嘛 對 樹芋草森林 是 那她是聽說她老闆一個是鋼琴老師 一個是在銀行上班 兩個人各拿一百萬 然後把工作辭了 去打造這個紫色的夢想 對 不過最近聽說她大火 對 把手機擺平的咖啡廳都燒光 對 很可惜 而且她有其他很多分別 對 不過她好像是因為一隻松鼠 咬斷一個那個電線 對 所以我想說 那以後我會變成一個故事 對 那也是一個故事行銷 就是重新再開始 對 但其實雅雯就是一個 很正面的案例 可以鼓勵很多的女性朋友 鼓勵所有女性朋友 都化別分的力量 所有 以後的東西都叫小三 不要覺得自己 不要 也不用都叫小三 也不用都離婚啦 對 那還有工具 對 工具也是很重要 那現在尤其像創業來講 因為現在房租真的很貴 對 沒錯 對 那如果開店 很大的成本可能在房租 所以就要善用很多的網路平台 對 比如說我們開店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在西門町開美妝店 你知道那店租要多少錢 一個月 九十幾萬 九十幾萬一個月 然後房東還要給他賞價 成本 對 他一聽就知道 所以你如果 這根本沒有賺 沒有利潤 不可能就有利潤 那如果運用網路平台的話 可能一年五到十萬 可能就可以 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要善用所有的這個免費資源 不管是網路的資源 或者是我覺得像我們的政府 其實在這一方面 也有不少的資源可以用 真的 趕快告訴大家 有很多這個 女性的創業基金的貸款 都可以去申請 真的喔 真的啊 三百萬都 那個利息很低很低 是 還有像那個親府會 還有所謂的飛燕專案 青年創業貸款 很多的這個青年的就業者 那其實他都會 甚至於幫你做行銷 那有老師來教你說 你這個創業上 遇到什麼的問題 對 很多課程對不對 有有有有 對 所以在品牌上面 也可以做一個幫頭這樣 是 那其實啊 像我們剛剛聊到的這些啊 就是說不管是餐廳啦 或者是蛋糕啊 或塑聲音 那其實市面上的競爭很激烈 那要讓自己就是 一群突起的話 怎麼樣去經營自己的品牌 比較容易被注意呢 其實像我開這個 義大利麵店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女威遊學 然後我的室友是一個 義大利的女建築師 帶我吃了很多 道地的義大利美食 然後我回來台灣之後 因為我本身也很愛吃義大利 我發現我找不到 我吃的那個味道 我就想要自己開一間 然後我想說 可是義大利麵真的 台灣的競爭算是很激烈 一集戰局 到了白日化的 一集戰局 對 當時我就想說 那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做就更加不一樣 後來我想 因為我之前拍戲 身體都很不健康 而且我發現義大利麵 其實是小朋友會喜歡吃的 很愛 然後可是我又想要做中價位 因為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上班族 我都覺得說 為什麼好吃的東西 就一定要貴 我偏不要 我就偏要做中價位 太好啦 那時候就說 那我不要賣紅肉 因為那時候我說 那個瘦肉精 對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保證我的紅肉的來源 是不是都這麼好的狀態 那我寧願不要 可是那時候廚師就大力反對 他說那這樣肉醬麵怎麼做 我說我不管 你就是想辦法做 結果後來我們就用那個 嫩雞肉 然後做出那個 肉醬的口感 就反而更嫩更好吃 所以我的義大利麵店 是沒有紅肉 只有白肉蔬食跟海鮮 所以其實開店 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對不對 我什麼 對我幾乎什麼都自己 自己親力親為的成功率 會比較高一點 耳金哥 你是怎麼樣讓你的品牌 可以就是受到大家注意呢 其實一開始的話 就一樣是以健康瘦身為主 他就有配了一套餐 就是賣380塊 就表示你可以吃得很安心 對 你說一個鍋只有300多卡 對 可是就是 但是這一點還不夠吸引 真正吃飯的人 三個月以後我們覺得說 還是要轉型 我們就到日本去考察一趟 日本就有很多不同的 他們那時候就有做這個 吃到飽 後來我們就把店 繼續這個投資裝潢之後 變成一個 吃到飽 唯一 我其實做了 當時做了很多唯一的事情 一一舉例 第一個是 第一家做 吃到飽的店 而且是 不是像現在 麻辣鍋大冰箱 你自己去拿 對 現在我們那時候就是 你要點什麼 一直幫你送 生蠔還行 那你的人力會是一個成本 那時候其實還好 我去了內地以後 又多了很多的訴求 等一下照片上可以看到 像我們台灣的味道很簡單 就是 昆布雞湯 北海道昆布加 你說台灣人喜歡的 北海道昆布雞湯 對 對不對 然後調味料 蘿蔔泥 蒜泥 蔥花 醬油 辣椒 辣椒 沒有了 OK的對不對 醬油再加一點 其他沒有了 可是到了內地就不一樣 那個調味料 要百花齊放 各種各樣不同的 包括什麼菌菇調味料 什麼沙爹醬 什麼什麼哺乳醬 你們要考慮把這些醬 拿來台灣用嗎 然後湯底也不一樣 台灣人也很愛這些 再看那個照片沒有 看他們 雞尾酒有沒有 對 其實那不是雞尾酒 那什麼樣泰式奶茶 你看旁邊有一個小字看不太清楚 對 有什麼咖哩 味噌 味噌 麻辣 還有這個藥膳 對 對 就是在 那這怎麼吃啊 對 火鍋的湯底還是我們保持 我們這個台灣的原味 就是北海道昆布雞湯 你再吃到一半 覺得我要換個口味 你就拿這個濃縮的湯汁 倒進去 就可以變 我覺得你這一套在台灣 應該也會重 所以這是剛剛推出來的 就是幫我們新的店規劃設計 那旁邊那一排菜是現採 可以採來吃是不是 可以 這個東西就是有機水跟蔬菜 然後光合做LED 對 用LED的 我覺得自己讓客人直接採完 然後就還要 對 吃這個菜 有時候我們會幫客人採下來 然後你算好以後沾點醬 然後用這個菜包著肉 好像韓式一樣 這樣吃 很好吃又清淡 之前在自己做老闆的時候 就每年會去日本兩到三次 對 就是因為日本其實在一個 高度競爭跟高度密集的人口 他們需要的更新 更快速 更適合人們消費的東西 那個服務業是最先進的 對 那他們已經有推出過這種 但是我把它改良成 蒸鍋放在我們下面的火鍋的 裡面的高湯是 昆布雞湯 用高湯來蒸煮這些肉類跟海鮮 然後這些肉類海鮮 蒸出來的原味湯汁 就是在滴到高湯裡面 對 然後再把那個蒸鍋拿走 你吃東西 然後再去 用那個裡面的高湯來蒜 其他的蒜就能懂 那Nana 你如何就是在競爭 這麼激烈的市場去 讓大家注意到你們的品牌 因為我們這個品牌 也是在網路上賣 那網路 網拍現在或是網路商店 都是非常的競爭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做一個 長遠不一樣的事情 那一般網拍業者 他們可能就 批了什麼貨就賣 批了什麼貨就賣 我們不想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花比較多的力氣 在產品的開發 然後所以我們的訴求 這個品牌訴求 就是無負擔的魅力 就希望大家穿得很舒服 還是可以很漂亮 很性感 所以我們就是去看大家的需求 那像現在冬天到 我們就有開發這個 它是很高腰的體雕襪 是可以穿到這邊 因為女生冬天 一定會穿後褲襪了 然後我們又考量到女生 可能某些日子肚子會比較不舒服 像韓國人一樣衣服穿到這邊 對 會穿到胸下這邊 可能會怕冷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成本 在開發這個磁石 那是什麼 它是保暖的嗎 對 它是磁石的功能是什麼 磁石它就是會放出遠紅外線 會瘦嗎 會 它就是遠紅外線的 一直幫妳們運動對不對 會熱 它就是 然後我們整個有更加 你們有說見證者嗎 我可以先提一下嗎 我已經好瘦 拍戲 你知道拍戲冬天都超冷 尤其是肚子 孩子會覺得不要保暖 而且我說還要跳海幹嘛 網友都會上網搜尋 檢佩恩跳海還不怕冷的哭 他就紅了 對啊 跳海不怕冷 它這個是有醫學原理的 因為小時候我們小孩子 我們小孩子 很容易剃被子 對 那剃被子一定感冒 那最主要為什麼還有一個 我們以往這個肚尾 大宅 對 如果大宅那麼燙 你就不會感冒 像我們的包裝也很用心 不是說塑膠袋隨便包的就出貨 然後更特別的是 像一般貼身藝物或是網路東西 它賣給你就不管了 但是我們敢提供10天 不滿意退換貨 不需要任何條件 你回去穿著覺得不舒服 不適合都讓你換 照退 不需要理由 可是其實 就是因為我們對產品有信心 然後到現在退貨率非常非常的低 不錯 可是消費者買的是品牌 那所以品牌的特色就很重要 像除了小山起司之外 我知道還有一家叫做 爆漿蜂蜜蛋糕 你每天怎麼接受吃的 我也聽過 爆漿蜂蜜蛋糕 你知道那個蜂蜜蛋糕就爆漿 蜂蜜蛋糕那個蜂蜜跟蛋糕 是連在一起的 它那一家是 你只要把它咬下去之後 那個蜂蜜是爆出來的 流出來 對 而且這個小織女他很厲害 他沒有平台 他連網路平台都沒有 那他怎麼賣 他只靠部落格跟Facebook 還有PTT這樣子 他一個月可以賣兩千個 這樣子你也找得到他 是 找得到 因為他已經紅到香港跟新加坡去了 所以我就說 那個產品的特色很重要 就像我剛剛這樣講話 大家會注意說 眾多的產品當中 這個品牌就凸顯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要讓客人知道價值 而不是價格 這一點我也要鼓勵很多 正在上班 可是想要創業的朋友 像之前有一個記者 他每天他是那個 不是採訪的 他是在編輯台的 對 工作時間很長 可是他假日去學做手工包 然後也是一樣透過網路的力量 自己行銷 自己行銷 他一個包最低價位到一千五百塊錢 可是他是就是量身訂做 就是只有一個 一款 所以客人覺得他這個 這是特製化 非常的有價錢 特製化是一個特製化 特製化我覺得很符合現在的環境 那第三個就是說要靠故事行銷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個 你要再次提到故事行銷 對 一定 這很重要 故事行銷 因為那個像這個海角七號 大家記得那個男主角阿嘎裡面 他那個勇氣蜘蛛 對... 對 像剛剛憲哥講說 手工製造的東西人力有限 對 那這個手工蜘蛛呢 聽說是在屏東的一個排灣族的婦女 他創的品牌 對... 而且他旗下... 他是政府單位輔導的 對 他旗下有三十個... 這個代的叫勇氣的啦 對 他旗下有三十個原住民的婦女 然後以前在賣的時候沒有人要買 就是說他去飯店做行銷 然後那個飯店的業者 他走了之後就說 這樣的東西也要到飯店來賣 但是後來因為海角七號 就是請他量身打造 就一戲就爆紅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這琉璃珠背後有這個故事 我跟你說故事行銷真的很重要 就是最近我都在陪我先生就是去採購宜蘭的家具 然後後來就看到一個不太起眼的垃圾 它是一般手編織的桶子 然後價格也不會很高 那一開始因為就是一個很樸實的桶子 所以我們並沒有注意到它 垃圾桶 可以當垃圾桶 可以當置物的 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就看到 嗯... 他旁邊有一則故事 是一個已經全盲的老先生 他就是用手... 用手桿 因為他已經看不見了 用手桿這樣一個一個編出來的 我跟老公說 不買不行 他就跟我訂我 我都要用它 我們整個飯店都要用它的東西 你在以後你的民宿的那個 DM裡面就把這個故事寫在 最前面你也想帶回家 連這麼最小的東西 你都這麼用心 那何況其他的 對啊 你可以把你的... 你把民宿變成一個 愛心之家的民宿 對... 我用的東西全部都是這些 大部分啦 不說全部 大部分都是有這種 很辛苦或是說怎麼樣 眼睛不好或怎麼樣 做出來的東西 你還可以買這些東西回去 還幫助他們 對 所以故事啊 是可以幫商品加到很多分的 對 但是其實服務 我覺得現在也很辛苦 其實服務最重要 一般來講那個客訴 客人的一個 剛開始一定有一些客訴 對 那也難免有一些奧客 會不會有那種同行 他假裝奧客 那你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奧客 甚至把奧客 變成一個你的長期的顧客 那個客人其實他也不是一個奧客 因為我們平常在教育員工上面 我們都會跟他說 我們都要把每個客人當成好朋友 那也要滿足每一個客人的需求 那這個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前期有代理一個 歐美的 他是從歐美做的一件鮮藥蕾絲背型 然後他其實是我這一款的前身 他比較低胸 因為歐美女生他比較敢露 對 保守一點 對 他們買回去之後他就說 他就在我們的那個討論版裡面留言 就說你們這個整個胸部都露出來了 我怎麼敢穿啊 對 然後後來我們他也打電話來說要退貨 然後剛好就是我接到 然後就說那說商品怎麼了嗎 然後他就說你這個太低胸了 我無法接受 我不敢穿 我要退貨 然後我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 然後我也讓他退 然後過沒多久後來就跟大家討論說 好像真的太低胸了 大家好像女生都太保守不敢露 所以你有反應給你們的研發部門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一起研發出 就是現在我身上這一件比較高的 對 然後後來研發出來的商品 一出來之後我有再寄一件給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一直都有把你的事情 放在心上 他感覺很窩心 對 現在一定是始終的顧客 對 讓他也很感動 然後之後就變成我們的老顧客 對 是 那一如有沒有一些方法 讓一些顧客 因為顧客如果來一次就斷了 就沒事了 有一些措施 有一些方法 讓這個回客力能夠提升 對 我想大家都絞盡腦汁在想 對 我覺得有很多撇步 像第一個就是 代客的這個規範要掌握 像我家最近開了一個平價的 那個港式飲茶店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店面 他感覺好像他一開張 就覺得大家都會去消費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完全進去的客人 沒有感覺到他新開店的熱情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是很期待要進去 我們很期待知道他到底要賣什麼 至少只要聽到一句 歡迎光臨 有沒有 對 然後再熱誠的介紹 或是給我們一些折價 一開始新店 折價券 吃用券 鄰居這個 都沒有啊 新開露室吃券都沒有嗎 都沒有 所以你看這怎麼是代客之刀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除了對熟客之外 也不一樣的待遇 像我剛剛講的虛衣草森 它對於熟客就滿不錯的 比如說他們就是有鼓勵客人 情人節到他們的園區消費 然後會蓋一個章 然後會發證書 那如果你一年的 所有的情人節都去的話 他就會帶送你一個禮物 對 不行 對 那曾經就有那種 七十歲的老夫妻 就為了要 就是他要那個證書 對 他就是每年的情人節都去 這樣 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 情人節的大活動 然後再來就是說 要活用這個問卷 其實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像網品集團 你很大具消費 其實都有問卷 而且有些聰明的老闆 就是如果你填問卷 他還送你小禮物 對 一般都有 其實會填問卷的 他都是下一次 可能會再回來的客人 對 所以他才會有一些看法 對 那就是說 如果你針對他問卷裡面的 一些問題去解決的話 他下次應該是會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卷要活用 對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說要有一些 提醒的工具 就是說比如說告訴大家說 可能週年慶要到了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活動要到了 我覺得像這種 因為現在店面開張的 真的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真的會不記得 如果說你有時候 就是像我最近也接到 信用卡公司就是說 可能跟一些店面 辦的一些活動 告訴我哪邊什麼泡溫泉 一國二十 哪邊有折扣 有折扣 那他就提醒我了 我覺得這個就要注意 像臉書打卡 你知道打卡或是按讚以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按讚完了以後 你就變成你去支持這個店 然後它的訊息 你都可以看到 對 我已經講了這個 現在很多人運用臉書打卡 對 對 你只要到他店面一打卡 他可能就送你一個小菜或什麼 對 我們就是 我們是按讚 因為其實打卡 一定要按讚 對 一定要按讚 我們就會送給人家一個 我們特製架的東西 然後四個以上按讚 我們就會打錢 你也是檢查 不是 不是 我們也在動腦的 我們也是一種行銷的 然後八個以上就打到八五折 很有效 好 那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說 可能要經常舉辦一些店內的活動 像我之前就看到 有一個休閒農場 他就舉辦一天 就是他當天所有的收入 捐給什麼某某的 是 慈善團體 跟慈善團體合伴 所以那天就歡迎大家 稀家貸券 就帶了更多的朋友 去他這店裡面 而且可能會有免費的一個新聞報出來 對 對 沒錯 那這樣就可以更擴張 他的這個知名度 帶來更多的人潮 對 其實要創業的話 大家的資金就已經不夠了 所以是不是要事先做財務規劃 那一定要 根據我們國內的統計 百分之四十八點六的一個女孩子 創業的 他的創業的基金 他年收入什麼三十萬以下 也就是說頂多三十萬左右 那這麼少的資金 如何做有效的規劃 對 而且不要 那個 這個還沒有開始做了以後 然後過度的去樂觀的評估 而造成了一件工程 損失 對 甚至出事未解 深鮮死 哎呦 講得好恐怖啊 真的會喔 財務規劃其實真的很重要 但是對於從來沒有創業過的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吧 我完全不會財務規劃 全部都給人家什麼都不管 怎麼會財務規劃 我之前是投資 對 那現在你當然是會算一些成本各方面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運氣好 是在於可能我們累積創業的資金 比一般的上班族要快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我這樣子的一個利益之下 其實我可以花比一般人創業多 一點點的錢去裝潢 因為我沒有急著馬上要回收 我希望建立的是一個品牌 它是長遠的 我不急於獲利 剛才說的那個策略的問題 對 我不急於獲利 後面有這個遠大的理想的話 策略就不一樣 對 可是一般的我們創業的人 都是希望說 將本求利 在短短的一年或是一年半 就可以把我投出的成本可以拿回來 耳金哥你一開始在創業的時候 你有因為沒有做好財務規劃 有過什麼損失的經驗嗎 有啊 像剛開始就是 我不是說開第一家店 然後前三個月生意很好 對 然後慢慢覺得生意不好了 生意就覺得不好 因為基本上 剛開始的這個整個策略 跟定價跟定位都稍微過高 定價太高 然後地段又不是太好 就沒辦法吸引到 真正的很多的消費者 那我們就想要說 這個在投資規劃 可是我們又沒有資金 對 如果就兩條路 第一條 就乾脆不要做了 第二條 收掉 就是要 三個月就收掉 對 就要不然不要做啦 就要有停損點嘛 那怎麼辦 第二條就是 我們必須要再借 大概一百多萬的資金 再投入 對 再投入 因為如果說改成吃到飽的 餐廳的周轉金需要這麼高 不是 再投入 要 購買這個 購買一些這個空調設備 其他的生材器具 必須要這個錢 對 我說OK啊 對 我覺得開店的那個 維修成本是一個要 我說OK 那我去跟銀行借錢 是 你們覺得我去借錢容不容易 容易 不容易 一人不容易啊 不容易 因為他沒有固定收入 我只要 我剛剛是跟銀行借錢 我們講過啊 一人沒有固定收入啊 我只跟他說我要借八十萬 都不行 劉先生你好 那個 請問你有固定收入嗎 對 沒有耶 那你有扣腳平台嗎 我說我有 我把去年的拿給他看 就是去年的拿給他看 他看了一切就是 整個資料 就是他要評分嘛 對 整個資料 然後你的行業什麼什麼 到最後 他說這個八十萬 我們不能帶給你 連八十都不行 沒有辦法 因為第一個你不是有基本固定收入的 然後你去年的這個扣腳平台的整個收入 並不能保證說你今年也會有這樣的收入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這個行業是一個這個保險公司 就是他有貸款 類別 你這個貸款對不對 他還另外找個保險公司來保險的貸款 如果你付不出來的話 保險公司幫你付 但是我們這個行業的類別 這個保險公司不保 喔 對 他沒辦法再保 對 沒辦法再保 對 所以他的風險要自己承擔 乾脆就不要借給你算 沒錯 但又跟我找一個很有利的保證人 可以嗎 可以 廢話 我有房子我決定拿了用了 我有了保證人 當然就可以 可是當時什麼都沒有 對 什麼都沒有 後來你就收掉了 後來沒有 後來就是找朋友的名字 不要回啊 沒有 就叫請朋友的用他的名義 他是一個 他也是我們的股東 但是他有一個正常的職業 每個月有多少錢 就收入 八十萬就這樣借到我們 就繼續開始運轉起來 所以就是跟銀行 就是投資創業的時候 跟銀行累積一個很好的信用 也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沒錯 而且我覺得像那時候 我在開寵物咖啡廳的時候 我也是不懂 然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說 什麼成本 然後維修成本 然後訂價應該怎麼訂 所以我那時候發生一個 非常好笑的事情 其實寵物咖啡廳那時候 在東區非常 幾乎沒有 對 第一家 對 然後呢 那我因為不懂成本 然後我的故事非常好笑 我就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 我明明是咖啡廳啊 為什麼 每個客人進來 都要點我的餐 我的餐有這麼好吃嗎 然後我到 你訂得太可以嗎 對 我到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我餐的價錢 訂的跟我的飲料價錢 也不過差幾十塊 那誰不要吃餐 有沙拉 有湯 有主菜還有甜點 再附一杯飲料 所以就是不懂成本怎麼去抓 然後抓你的頂端 你開店的時候 沒有在那個周圍 一百五十公尺的 沒有 稍微去吃一下 看一下別人怎麼訂下 沒有啊 因為那時候工作本身就很忙 然後一直以為 就說開了交給店長就可以了 就兩個字 後來才發現不能交給人家 都自己要 一定要自己來 像我們還幸運的 我們有學習 有這個成本可以去學習 我有的婦女 我就只有三十萬五十萬 我陪完我就沒有我怎麼辦 那反而他會硬著頭皮去做 對 先吃很多失敗的經驗 然後杜絕掉自己去走 你要開一家店之前 其實就要做很多 就是說你看剛剛那個憲哥也說 你有沒有去附近一百五十公尺調查過 對 吃看看 市場調查你做了沒有 所有夢最美的 對 太浪漫就不行 後來我開火鍋店的時候 我大概每天吃四家火鍋 別人的對不對 別人家的火鍋 然後吃看高雄店的口味 大概吃什麼 你知道王平要 他們的高階主管 一年要吃一百家以上 一百家規定 而且要自己自費去吃 對 自費吃一百家的餐飲 而且吃完以後要寫新的 沒有錯 要交回去 這就是試調 你國內 國外都要去試調 麗莉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你那時候創業的時候 資金有問題嗎 前期我在創業的時候 我大概準備了五年吧 是 然後那個 準備五年喔 對 他這個就是有完整規劃 對 也不算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學生 然後那個資金我是 沒有經驗 對 你也是個小資嘛 對 開始慢慢的 我是那時候錢是從 就是半工半讀存下來的 對 然後後來就 我那時候就出國玩嘛 就假裝自己很厲害 要考察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遇到了這個品牌 是 然後當時 因為要引進一個新的品牌 回台灣需要很大一筆資金 可是我的錢 只有一點點 可是對方會 你在跟對方談這個品牌代理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說 你只是一個小小的那個 在台灣也不是什麼大企業 也不是什麼富二代 我幹嘛要給你 你怎麼去說服他 因為他其實也是一個老人家了 他們是一代老夫妻 對 他說我就跟他說 拜託我一定會好好經營 真的 是一般來講國外的品牌 但是我一直以為 代理的話需要的資金會更多 要很多 所以那時候 因為代理他會有一定的量 有證金嗎 要啊 可是 因為那時候我只會把錢 全部存在銀行 因為我對理財這方面 其實不太擅長 然後後來我就回國後 就找了那個 一位之前在金融界 有待過很久的一位股東 就跟他大概也講了一下說 我的理想 那他也很支持我 然後也很幫助我 所以你幕後有這個金主 有 有推手 對 所以後來我們也成功 把這個品牌帶了進來 對 是 那雅雯妳在那個 妳自己在創立 妳這個小三起司的過程裡面 妳有資金上的考量嗎 資金上的考量 一開始因為我們都是做 自己親朋好友吃 然後所以 剛開始喔 剛開始只是就是 妳倒掉多少 就是分手 都是分手 然後因為我們本身產品 就是比較低醣低油的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的口碑 就是都還不錯 然後就是都變成說 妳幫我買材料 我幫妳做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的 資金成本的話是很低的 就是因為就是家裡的 那種小烤箱 然後手工做 對 所以低是大概低到多少 妳給我一個大概的數字 大概就 幾萬塊吧 對 幾萬塊 他是自己 他等於就是一個客廳工廠 他就是家庭工廠 對 這個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我會做豆花 豆花 豆花 變好講話 真的是豆花 因為每個都講發財 發財 講講豆花 其實豆花 我爸爸那時候是用 我們會做蛋糕嘛 蛋糕要給人家換 就是說你教我豆花 然後我教你蛋糕 那就一季換一季 中間就不用選 季數換季數 對 那那個豆花的老師傅 他在教我爸爸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豆奶用一用 滾的時候 稍等一下 當時要沖 待會兒我吃一季粉一下 他就去外面抽菸嘛 那抽菸抽好了以後 就開始沖了 沖了以後 再過半個小時 豆花就好了 要加那個什麼 回來的嘛 加都有跟你講 就那個石膏嘛 對 石膏粉 我都有跟你講 九季 南 太北粉 南盤基粉 那個比例都有跟你講 配方都講了 但是那個時間就沒有講 就是我吃一季粉 吃一季粉到底是五分鐘 六分鐘 七分鐘 八分鐘 不知道 回來我爸爸就開始沖了 沖下去 對 不用一季 失敗喔 失敗啊 只是倒掉的 倒掉就要十幾趟 溫度 溫度的溫度 因為那個溫度 你那個豆漿是 我們滾是一百度 那你夏天跟冬天 你割了八分鐘 那個溫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後來我爸爸很簡單 就去買了一個溫度計 一度一度的 去買了很多煙來抽 沒有沒有 買一個溫度計 然後從八十度開始 八十度不行 倒掉 八十一度 倒掉 八十二度 倒掉 然後抓到一個 很好的溫度出來 那個豆花做出來 非常漂亮 現在你也會做 對啊 那你做嘛 那是傳統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你應該要慢慢的自己 要有自己新的想法 對 那一步一步的去試驗 剛開始不要很大的資金 你可能只有三十萬 就像我們小三七十一樣 對啊 一兩萬塊 然後買一個小小的設備 當你所有的東西做出來 你的親戚朋友十個裡面 有八個說好 做出口碑 做出力 對 八個說好 你才能夠出來 真的 真的 你不要五個說好你就出來 我跟你講 真加溫習 沒錯 不要太有自信 對 那一如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創業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計算 自己應該要準備多少資金 其實真的創業跟錢 有很大的關係 對 那有的人說要創業 要為這個薪水再加一份薪水 結果沒有三個月一百萬燒光 反而負債的人比比皆是 當然 這要說誠哥嗎 太玩笑的啦 所以在這邊提供大家一個 就是創業的資金黃金比例 給大家參考 就是六三一比例 也就是說我們假設 只有三十萬的資本 我開店資金 大概就是抓六成 就是去買一些設備 租金這些都算在內 就算開店的成本 十八萬 十八萬 對 只有十八萬 大家不要小看 之前有一個女生開咖啡廳 也是小資女 她四瓶大的咖啡廳 四瓶 沒有請員工 所有的天花板 什麼油漆都自己來 然後她 一天的營業額 可以做到五千塊 對 好像也是很厲害 起初投資越低越好 比小博大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營業用金是三成 那三十萬來講就是九萬塊錢 對 那比如說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們常常 就是說上班的話 我不管怎麼爛 表現怎麼差 我下個月 我還是領得到薪水 對 固定薪水 可是我今天開店 我一開我一個月之後 是不一定有薪水的 沒錯 我還把錢付給人家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個營業用金 在裡面緊急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還要留一層 周轉預備金 就是說最緊急的時候 其實人也有生病的時候 或者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說 因為三十萬 其實留一層 算很少 但是還是要留這樣子 對 那下一張表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 六成的開店成本 其實還可以分成四二一一 那其中像原物料設備 這些佔四成 我特別要提的 就是在租金的部分 對 租金剛剛講六成來講 十八萬 等於租金三十萬來講 只抓到一萬八而已 這雖然現在聽起來 真的是很少 很少耶 可是尤其現在租金又高漲 對 但是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開在大馬路邊 這是想都不用想 就是在巷子裡 比人潮多的地方 可以拿馬錶的走 對 以上這些提供給大家參考 最後我們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人家說 生理小孩難生 會做的生理 不會做的形式 我覺得你應該先準備好 我們剛剛講 向贏家學經驗 向書家借教訓 吃不三杯用菜 不要太想要做一天 也就是說你應該把 所有的該準備的 都準備齊全以後 再出發 當然會比較安全 是 想創業的朋友 希望看完今天的節目之後 大家可以少走很多願望路 都希望大家可以成功創業 最後謝謝所有的來賓 我們吃點心囉 這就去吃了是不是 他就去吃了